HELLO 直播间里的朋友大家好呀 然后我们的直播呢 还有几分钟要开始了 然后现在请两位老师热热尝好吧 可以先聊一聊最近比较热的一些话题 然后八点的时候我来提醒你两位 好 我们开始了 因为今天怎么说 跟Coco又跟女孩子站在一起 就不好意思跟王总一样debate 不是不是 主要是跟女孩子就会有一点紧张 真的真的会有一点紧张 为了让大家 以防被大家看到我脸红的样子 我那就是为大家准备了APP 准备了PPT 你看都紧张到说错话 然后通过PPT 这样一个股票的一个形式 来完成今天的一个热场 对吧 那江航现在我们直播间有多少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吗 好 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数不是很多 大家都是在陆陆续续的进来 好啊那没问题啊 对 那我们继续往下了 对 你们大概还可以再聊 大概十分钟 现在是七点四十九 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44次的观看 就是44人次啊 OK 像Coco我说这个这个海报 真的吗 看到这个是有点成功的 为什么 婚姻这两个字的重量太大了 而我们自己就是可能我自己吧 对吧 我们的话就我就觉得我自己太轻了 婚姻这个字太大 哎就回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话题当看到第一眼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有点紧张的 有一点不知所措 但是不觉得也挺新颖的吗 挺新颖的 挺新颖的 对对对 利用挑对象的这个这个这个标准也好 对吧 或者这个严谨的态度 来选股票 我是双手赞成的 比如说这个相伴一生 这个七年之样 对实际上很少有股票 我觉得啊 我觉得很少有股票可以拿七年吧 嗯 反正我应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只股票拿过七年 拿过七年 还没有 对对对 这边是怎么回事 嗯 让我们往下看哪 嗯 死掉了吗 真是死掉了 看一下用那个电脑可不可以重新 关掉什么先 就是这样呢 也不动 这样呢 嗯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但是又要靠手啊 哎 又可以了 那现在是刚刚卡住了 对对 然后继续往下 然后这个图啊对吧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为大家 我刚刚有讲说的 我刚刚有讲说为了不被大家看到 Alan跟女孩子讲话时脸红的样子 对吧 然后专门的为大家准备了这个PPT 嗯 让大家去看PPT就不需要盯到我的脸了嘛 嗯 那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吧 这只股票也非常的牛啊 也算是腰股啊 对是腰股啊 对吧 十年二十五倍 那你平均下了一年二十五倍的哈 嗯 如果这家公司带着分红派息 嗯 对吧 那对 我就觉得一个非常可观了 对 非常可观了 那这张图实际上大家呢 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啊 大家呢 可以 对吧 自己告诉一下自己 或者问一下自己对吧 像这种情况 哎 像这种情况对吧 当看见 当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家会选择一个跟进的动作 嗯 对吧 还是说会观望 嗯 可可呢 可可你会怎么样 其实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 我刚看这张图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Aft Pay 有点像 对 有点像 对 就是给人感觉前面好像平淡无奇 突然一下呢 幸运之神见顾了 某一些原因突然拉起了 后继勃发 对 后继勃发 对 那我个人是非常欣赏这个股票 但是欣赏 你是说Aft Pay吗 对 Aft Pay 就是包括这一类的股票 欣赏妖股 对 欣赏妖股 包括欣赏做妖股的人的勇气 哦 那如果再说回 联系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说你非常欣赏那种 可以一鸣惊能的男子 没错 欣赏归欣赏 是吧 可以远观 但是不可以卸 没错 那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怎么说 扪心自问一下 这只股票呢 是会追涨 还是说是会观望 对吧 或者是说 像我们的勇士 Jackie Wong一样 Jackie Wong 对吧 勇敢的充诱 用自己的血与肉 去做空 对吧 那Coco刚刚给的一个答案 就是说会观望 对吧 虽然觉得他们一样 但是会观望 其实还是会观望 对 实际上我个人也是 我还是一个比较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的 那实际上这个股票呢 就是说我们只有两张图 那这张图看过之后呢 大家就是扪心自问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张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结果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呢 就是欧洲的 对吧 然后在德国 Dex 然后上市的一家公司 叫Wirecard 然后应该是上周吧 上周就一下占据各大 头条版面 那他呢 就是因为出了一个丑闻 20亿欧元的账目上 不翼而非 实际上就有一点 有一点怎么说 有一点作吧 有一点作吧 他的那个股价呢 当时是丑闻之前 是一百欧元一股 直接对 直接打去十几块钱 在十几块钱 稍作停留之后 应该是前天吧 前天最低的时候 打去一块做 也就是说缩水快一百倍 快一百倍 对 那这个时候真的 如果说对吧 被我们的Jackie抓到的话 一万块立马变一百万 变一百万 先变一百倍 对吧 先变一百万 对 这个这个真的是太妖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什么说 对于科技股 你放眼整个欧洲市场 没有几家就是科技股 可以拿着出手来的 没错 你问好像我确实没有说 对吧 对吧 你包括欧洲也好 日本也好 对吧 实际上话又说回来了 你看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讲说 这个世界是属于科技公司的一个事件 对吧 那资本市场呢 也是科技公司的一个资本市场 没错 对吧 那我们再去看具体的一个股票 美国那就是五大家 对吧 对 亚马逊 微卵 对吧 脸书 苹果 谷歌 还有谷歌 没错 这五家 那中国的话有两家 就是两位小马哥 对吧 腾讯跟阿里 对对对 基本上现在已经形成了 在全球啊 在全球形成了一个 五强加两强 这样一个隔疆而至的一个 一个情况 一个格局 对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哎 这个呢就是对吧 然后要 要Coco应该认识这样 或者对吧 认识这一位 哦 认识这一位啊 这位这位怎么说 这位可能名声在外 哎 今天太紧张了 跟美女在一起 有一点 有一点老做测试 这个呢就是 软银的孙正义 孙正义 对吧 孙正义 对对对 没看他脸 没看他脸对啊 可没有 我们是俯视 我们是仰视啊 仰视 你可能见过俯视他的样子 那对吧 然后之所以提到这个 Wirecard对吧 然后又之所以提到这个 孙正义老师 是因为他有投 Wirecard 他大概应该是在100块左右的时候 他的软银 展望资金嘛 叫Vision Fund 然后又杀进去 去买这个Wirecard 那就怎么说 有点王总的作风了 他是买路 王总是冲进去作风 对吧 那实际上这个 孙总呢 对吧 然后从去年前年开始 不是很顺的 从Uber开始 然后到Wirecard 然后再到Wirecard 对吧 然后连续栽三个跟头 出现了一个翻车吧 连环翻 连环翻的一个情况 那这位对吧 刚刚可可有讲过 这个就是对吧 我们比较熟悉的 一直在做一个对吧 你不学习 你就要被时代抛弃的 焦虑 贩卖焦虑 可以说贩卖焦虑 实际上罗志一位老师 这两位当然 非常重庆了 非常厉害 也都是人中旅步 那这位先生呢 对吧 那也是 因为他好像有每年 做一个跨年的 好像演讲 对没错 那他呢 就是这个这位老 罗振虞老师就更绝了 连续几年 对吧 提哪家公司吧 那家公司 第二年或第三年 立马翻车 这三位 这三家公司 一个是乐视 一个是乐视 一个是暴风影音 一个是锤子手机 都是被他 OK 深深的赞许过的 结果对吧 三家已经 灰飞烟灭了 基本上灰飞烟灭了 是吧 今天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 OK 所以说呢 那就是最后一点 结论就是 从今天开始 对吧 大家了解了之后 这两位老师 再提到任何一家的 公司的股票 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 今天的乐点话题 很火热 对 是 对吧 今天的乐点话题 很火热 可能都是 五名朋友 比较关注的吧 五名朋友 对 对 五名朋友 全球市场一盘棋 对 是 今天好像 基本上 全球市场都表现得上不错 对 今天有反弹 今天有反弹 对吧 然后 我们接下来 这位主角 也算是 从年初开始 一直怎么说 比较冠决全球 表现很稳定 对 表现很稳定 很稳定的稳定在一个位置 对 在蓄力 对吧 在后肌 对 对 对 没错 在做这样一个折服 没错 那我们现在是等 等那个 等加航一下 然后这里开始 对 OK 这两位老师 真的也是 对吧 可能 怎么说 实事造英雄 我想说 没错 对吧 嗯 我这一位老师 也很可爱 我看过他一个访谈 几个访谈了 嗯 就是我觉得 挺厉害的 嗯 就是挺厉害的 他的那个思维啊 嗯 那个思想 是比较超前的 嗯 确实厉害 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 奇葩说 哦 奇葩说啊 对对对 是最近 就之前先知道他 但是就没有深入的了解过他 对 然后之后就是奇葩说了解过他 对 但是从原谈举止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有思想 很有思想 很有思想 想法的人 但我觉得 就是 就是他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表现吧 有点过于的 呆版 对 伤人化 伤人化 或者说呆版 呆版 对 那反而在那种综艺啊 娱乐性的节目来说 可能不太讨好 对 他可能比较适合做那种什么 谈话性 谈话性 对吧 启发性的这种 启发性 对 对年轻人什么 就是焦虑啊 压力啊 对这种 你要努力 嗯 就像对吧 就像我们每天起来 要问自己一点 哇 今天你有没有比昨天更好 有没有比昨天更博学 对 有没有比昨天更博学 因为好像最新一期的时候 嗯 他好像是为了去救 他队伍当中有这个什么 叫许 许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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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然后牺牲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对 对 我提醒一下两位老师 现在是八点整 OK 然后我们可 因为有一些朋友啊 他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对 所以呢 两位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然后开始我们今天 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好吧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嗯 那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了 嗯 好 手机前跟电脑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啊 今天呢 非常高兴 对吧 大家来到我们 GoMarkets 第四期的直播啊 那我呢 还是那个小学生 Ilan 我身边这位呢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我身边这位非常了不起啊 非常了不得 他呢 就是GoMarkets的颜值担当 他是能见能暗 花见花胎 车见车爆胎的Coco 好 非常感谢啊 Ilan的介绍 那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GoMarkets 一姐分析师Coco 那今天呢 也很开心啊 能够站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成功上位啊 挤掉了王总Jackie 然后呢 能够并肩啊 跟我们的这个分析师 Ilan啊 站在一起 那我感觉 瞬间我的职业生涯 都上升了一个高度 对 上升了一个高度之后呢 希望啊 我们今天呢 这个也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内容吧 毕竟可能之前 Ilan跟Jackie 那是从男生 或者说我们的直男的角度 对 来给大家科普 不管是小米也好 这个蔚来汽车也好 这个特斯拉也好 那我们可能今天呢 会讲一些 这个女生比较关注的一些行业 对 不一样的东西 对 不一样的东西 带给大家 对 那实际上呢 就是在 对吧 在Jackie跟Ilan 然后连续 进行三周 这样的一个直播之后 这样一个男男组合的直播之后 我们觉得可能说 大家会不会视觉上的疲劳 对吧 大家会不会就觉得 哇 你们太单调了 我不要看男生 其实也不一定 我忘了上次大家说的吗 你们俩才是真爱 说不定我今天下去之后 会被大家说 这个成功上位的 对吧 对 因为看回啊 放眼现在的一个娱乐圈呢 就是以我非常有限 对娱乐圈的一个支持跟了解 我想到的 我能够想到的一个男男组合 比较成功的一个组合 对吧 还是回到无印良品的时代 因为那时候很小 那还是我想到一个男男的组合 但是对于一个男女组合来说 我能想到就比较近一点了 我能想到一个比较近的 就是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 男女搭配一个比较火的一个 是 那实际上啊 对吧 那今天呢 对吧 今天我跟Coco 对吧 这样一个美女跟野兽的一个搭档 对吧 来为大家完成7月1号 这样一个比较神圣 而又特殊 对吧 那又是我们GoMaxi第四期直播 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样一期的内容吧 对吧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主要是有三个板块 对 主要是有三个板块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当前实事乐点的讨论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美女跟野兽 会为大家带来两只股票的一个解析跟评论 第三部分呢 还是老的样子 就是大家提问我 对吧 美女跟野兽 对吧 来做一个回答 这样一个互动的环节 好啊 那我们直接单刀直入 开始今天的热点话题好不好 OK 今天的热点话题就是上了 刚刚实际上在暖场的时候 就提到 对对对 就是一直很稳定 一直很定在这个数字 那今天呢 可能很多的这个咱们节目前的这个老股民也好 或者说新入的股民也好 也看到这个信息了 对 这个中国的上证指数呢 是从3月11号以来啊 第一次重新站上了3000点 3000关口 对 3000关口 那这个时间应该是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这个大环境啊 它美国反弹30%以上 欧洲可能也是有一个大部分的反弹 但只有中国的A股呢 非常的坚挺啊 非常坚挺 站在3000点的位置 对 那大家也可能会在想啊 那中国的A股上了3000点 还会继续像是之前啊 三个月的时间 满3000减100 或者说满3000减200的这样的优惠 铁率 对 就这样的铁率嘛 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今天啊主要拉动市场的板块 有的这些 对 对 比如说首先像这个领头的就是酿酒 酿酒 茅台 茅台 对 1400个我看今天 对 然后像是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 对 然后水泥建材 包括保险和券商 券商 对 银行 对 今天主要拉动的这五个板块 对 就是蓝筹股 没错 对吧 那 呃 主要呢 我们看这个最近呢 包括这个其他的板块 一些呢 像是承载大资金的银行业 最近也是迎来了监管行业的 就行业监管的春天 就因为它被允许能够进入到证券市场 对 一个算是一个改革 对 改革 那未来可能像是这些银行会更多的 以商业银行家 这个投行的形式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对 所以 但是呢 可能相比于今天可能上涨上涨 最后是收盘是1.38%的这样的一个涨 是 那反而创业板下跌了 那 艾伦哥第一次想到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看呢 我看回这个创业板的这个走势 我是看回应该是从去年开始 它一个低点是在1200点到1400点之间 对 但是到现在呢 应该是已经冲去了2400点 还是2200点 对 那 那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我就是创业板已经纳入了一个牛市 对吧 创业板已经纳入了一个牛市 但是现在就是说回A股啊 对吧 那我可能就是不止一次的表达过这个观点 我觉得可能将来吧 可能三年之后对吧 或者是两年之后 或者是五年之后了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价值投资 不是在A股 但是现在呢 我还是觉得说是一个政策面的一个渠动 有点 对吧 我是觉得一个政策面的一个渠动 对 因为实际上怎么说呢 实际上就是老一代的这个领导人呢 对吧 我们国家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讲说 把屋子打扫好了之后再请客 再请客 对吧 那从去年开始实际上对吧 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的一个 往下走的一个情况 是超过对吧 我们预期的 是超过我们预期的 那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 当我们的这些顶层设计者们 发现了之前对吧 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 可能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乐观 稍微有一点过于乐观 所以呢 我从去年开始下半年开始 我们看到他们连续利用政策 对吧 我们可以讲到放大招嘛 对吧 然后去刺激 去刺激这个 这个 这个 怎么资金的流向也好 对吧 然后去把这个资金 然后往股市 这个资本市场引也好 对吧 那最近我们又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就是海南一个 免税区 免税区 对吧 什么海南建立个什么港啊 什么对 反正这种东西 各种动作 那 你说这些政策有没有用 那肯定是有用的 肯定是有用的 对吧 那老百姓呢 就是又讲回来了 中国的这个居民 储蓄 是非常高的 没错 如果真的是 对吧 政府可以让老百姓相信 股市的春天来了 对吧 股市的春天来了 我觉得对吧 又会出 可能啊 可能会出现一个 全民再次涌入 筹股的一个情况 对吧 对 因为国家队 既然是想要进场嘛 那首先就是说 可能资金先进的 肯定是我刚刚我们提到的 一些大的板块 蓝筹 对 蓝筹股 像是可能医药啊 对 然后银行啊 银行 券商 然后包括这个 可能最近啊 这个有这个 比较关注的 像是新能源 新能源 对 新能源 汽车 5G 互联网 这一类的 可能会是未来 首先拉动整个市场的 这么一个板块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个人会比较看重 这个XNA50 XNA50 对对 富时 富时 新华富时50 因为它50只股票 全部都是最权重的 对 50只板块 就是第一次让我保仓的那类 又爱又恨 没错 没错 因为当时 我说侠之大者 为我接盘 我无怨 我无怨 对 那这个A50这边 对吧 然后我在这边 配了一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我相信 对吧 关注A股的朋友 可能会类似他 他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李大肖 就是那位讲 统治们 牛市来了 就是喊了好多年了 好了 希望他这次可以对 对 一语成 对 一语成 对吧 那还有就是刚刚 Coco提到这个 新华A50的指数 对 那GoMarkets这边是有的 我们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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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A50的 这个指数 是一个期货 没错 对吧 只存在一个展期 没有仓心 对对对 而且不会自动交割 不会自动交割 对对对 是比较怎么说 持仓成本比较低的 对吧 大家如果说 因为在海外 对吧 没有办法 直接参与A50的话 可以对吧 考虑A50这个指数 没错 因为A5050 其实全部都是 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 耳熟能想象 对 耳熟能详啊 银行啊 然后像是这个 广汽啊 中国联通啊 电信这些公司 对 那实际上怎么说 对于A股啊 我个人的建议 还说 大家无论是做 这个价值投资 对吧 还是做一个 怎么说 中长期的一个规划 哪怕是短炒呢 还是以蓝筹股为主 没错 对吧 A股说实话 雷比较多一点 雷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家呢 还是以蓝筹为主 好吧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呢就是乐点话题 我们的主角 嗯 就是中国的A股 对吧 然后对应的呢 就是新华A50的指数 对 那我们今天往下走啊 往下走 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嗯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美女Coco 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支股票 嗯 对 我今天呢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因为这个可能男性朋友嘛 很难理解啊 自己为什么太太啊 或者女朋友啊 买一瓶面霜 你的动不动要10002000块钱 可能自己用大宝也差不多这样的效果啊 我就想说嗯 之前啊之前啊对于护肤品 第一个概念就是大宝 大宝天天见 大宝天天见 对 我们都是被洗脑了的 对 然后呢 像是这个 我不知道Alan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亚诗兰代嘛 亚诗兰代 对 我不知道Alan哥对于亚诗兰代有什么印象没有 哦 亚诗兰代的印象啊 就是我对他的认识 只停留在两个层次上 嗯 两个层面上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亚诗兰代的名字 我是知道的 是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听的 对 但是 但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啊 我一度以为亚诗兰代的英文名字 因为我要去谷歌他的质量了 对对对 是歪打托的 哈哈 你知道吗 我一度以为是歪打托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对他的一个认识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 我当时刚来澳洲的时候 我第一次回国 我国内的朋友啊 就让我带这个化妆品回去给他 对对对 那我呢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懂 你只要给我照片 那我去店里呢 我就直接给人家看照片就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印象 其他就没有了 但是我知道他挺贵的 我知道他挺贵的 是是 对因为其实 我包括之前问过很多人嘛 大家对于亚诗兰代了解是有多少 那大家都会以为就是说亚诗兰代就只是亚诗兰代 其实呢 他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品牌 就是我这边呢 也跟大家大概多过介绍 可能这个节目前的女性朋友啊 尤其是爱美妆或者爱护肤的 应该这个就是性首宁来 像是倩碧啊 然后倩碧可能是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学生族或者说上门百里 会比较喜欢的 倩碧 然后像是这个可能亚诗兰代她自己 然后这个会铺品牌叫Lamay 大家应该不少人也都比较知道啊 这个一个绿色的这个包装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是小众比较喜欢的 独马龙啊 这些的话 可能都是很多女生 也须知若鹜的这个美妆品牌 听都没有听过 第一次听 但是我知道Mac 我知道Mac Mac他们家口红很出名 对因为 因为之前对啊 因为之前有看过 对对吧 然后那位女生 然后去买过口红 所以我知道Mac 是吗 对 但是猛的一看 对吧 你要跟我说Mac 我就以为你在跟我谈电脑 对吧 那有可能我们是在谈我们的领导啊 是吧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我现在呢 会给 因为Alan哥在前面的这个节目当中 让大家猜一猜这个股价 那我今天呢 让Alan哥来猜一猜 这个面霜 它多少钱 你不是之前说 你帮朋友买雅诗兰代吗 那我刚刚也提过这个牌子是贵妇品牌 贵妇品牌啊 基于你对于护肤品的了解 你觉得这个100毫升的面霜是买多少钱 那意思就是它比亚诗兰的要贵 要贵 我猜啊 我猜啊 可能400吧 400 我猜可能400 你觉得还是挺贵的了 400已经很贵了好不好 很贵 400已经很贵了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David Jones真实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这边是一个100毫升的这个面霜啊 卖是665欧币 这看起来跟棉羊油没什么区别嘛 对 这棉羊油就是两块钱三块钱一瓶的 对 这棉羊油基本上长得差不多吧 一个小白瓶 对 那可能女同胞呢 其实都是深有体会的 为什么呢 就是有体会的 为什么呢 就是女人的保养秘诀 就是脖子以下呢 靠自律 脖子以上就是靠钱 对 哇 太贵了 是 真的挺贵的 所以说你说女生养自己容易吗 还是女生的钱好赚 对 这个倒也是啊 对 然后呢 这个因为亚世兰代 我为什么刚刚在这个前面的PVT里面 写到说亚世兰代是我们女生呢 或者说女员的坚强的后盾呢 那 或者说 为什么它是我们的这个嫁妆 因为大家一知道 这个一提起来 嫁妆应该也都就是有所感觉 就是对于女生来说 一份有分量的嫁妆 能够让女生在未来的生活 或者说家庭地位当中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底气 我们男生说实话 说实话 也是比较看重性格的内涵 是吗 对啊 对 那你们看重性格内涵 那可能很多人说 那女生是不是太看重脸了 对吧 在脸上砸那么多钱 那其实呢 我们心里啊 也是都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看的皮囊 怎么有人会去想要关注你 有趣的灵魂呢 对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我好像没什么发言权 是吗 对吧 所以我就点头 说好 OK 同学扣扣 行 对 那只要Alan哥呢 不怼我 那就行了 今天不会 今天不会 Alan怎么说 虽然是直男啊 对吧 但是 面对对吧 陈渝洛艳这样的一位女子 对吧 Alan还是要表现出怜香惜语来着 那我这665块钱还花的挺值的 哦 我以为你是天生丽质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对 所以女生啊 可能经常在买完东西之后啊 可能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 我要剁手了 或者说我要吃苦了 对 但是呢 其实雅士兰的这只股票呢 我相信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股价在1995年上市以来 到现在25年之间的这个表现 它上市的时候差不多是7块钱 今天呢 价格是188 涨幅呢 25年涨幅高达2585% 就几乎一年平均翻一倍嘛 哇 而且还是在纳斯达克 对 是 没错 在美国的纳斯达克 那它就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吗 美国的公司 对 然后它在三月底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三月底 就疫情在全球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当时呢 是这个去触探这个当时的这个价格的 怎么说呢 支撑位 在140美金左右 然后现在呢 强势的反弹了接近35% 对 所以它这个反弹力度呢 也不小 那除开这个股价之外啊 更让我觉得惊喜的是它的payout ratio 那payout ratio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司 每赚多少钱 会分多少钱给股东 分红 分红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呢 就一个好的公司 可能基本上是在35%到55之间 就是说 利润率 对 它每赚到多少钱 分给股东呢 一个比率 意思就是它每赚到100块 它会拿出35块钱左右 对对对 会用派息的形式 反而为股资者 发给股东 对 良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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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亚诗兰黛这个公司呢 在2019年啊 它的这个payout ratio是51.3% 哇 也就是说每赚100块钱 它会分51.3%给它的股东 那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企业了 对 对 那而且它去年的EPS 就是我们说的每股净收益啊 是3.54% 按照刚刚说的payout ratio呢 差不多是分红是接近了1%左右 那这个对 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股票行业当中 这个分红比率算是非常的不错了 还是可以的 对还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既然我都要用对吧 那这个公司一瓶卖我这个面霜660多块钱 如果coco对吧 如果coco有这家的公司的股票 对吧 每次去买的时候会更加心安理得一点 没错 因为我用是自家的产品 没错 是我们自家的产品 而且你想我每让他赚我100块钱 他还会返还我51块多 那再加上分红 再加上他分红 返我53块钱 何乐不为 又可以变美 又可以赚钱 对吧 爽的 对 那Alan哥你听到这里为止 你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 就会有说雅士兰在这个公司 你觉得你目前有没有什么顾虑 我的顾虑啊 我的顾虑实际上就是刚刚coco对吧 刚刚coco你讲出他这个分红派系对吧 对 我可以感受得到 这家公司呢 是一家非常大方的公司 对他的股东 是非常大方的一家公司 那但是呢 我这边的顾虑啊 就是我是怎么一贯的 挑股票 我喜欢用减法吧 是 对吧 充分发挥 被黑的最惨的那个星座的特点 对吧 来挑这家公司的 怎么说一个顾虑吧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说 雅士兰在的产品 是走的一个 怎么说中高端吧 没错 对吧 那他的产品这个价格 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就是我第一个顾虑 就是说 因为他价格比较高 所以呢 他锁定的那个人群呢 是比较小块的 比较小众的一块人群 对吧 这是我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那可能就是跟当下的这个环境有关吧 因为当下 我们知道从年初开始 对吧 是一个全球疫情大爆发的一个 一个动荡的一个岁月吧 没错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首先大家是可能隔离在家 对吧 或者是大家在家里上班 远程上班 对吧 再有一个呢 大家会戴口罩 那你像这种时候呢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 那我爱了 比如说在家的话 我可能就是拖鞋 对吧 拖鞋短裤 或者随健一些T恤 对吧 那有时候呢 就是脸这边呢 可能会就是比较疏忽 本来就很疏忽的 可能呢 对吧 可能如果再加上 我可能就更疏忽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环境 会对他的一个产品消耗 对吧 形成一定的 比如说减少了 明白 就是在钢水方面 已经减少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最爱提的 我最爱提的一个 就是现在对于纳斯达克 我刚刚之前看的时候 是大概在一个 一万零一百的 这样一个点位 对吧 那对于这样一个大盘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呢 亚世兰代 我就假设啊 如果它是一家好公司 确实是一家好公司的话 那但看回大盘来说 是不是有点 现在入场 是不是稍微有点晚了 还是说我在等等呢 这是我三点顾虑啊 行三点顾虑 那我们一点一点来回答 好 首先第一个点呢 是这个对于他的产品细分啊 对 那我肯定也是觉得比较正常的 因为Alan毕竟还是 不怎么了解他这个公司 对啊 我现在怎么说 我现在对于这个副服品呢 就是停留在 我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这个爽肤水跟润肤霜 到底怎么用 他们的功效分别是 我多少还排位在这个阶段 所以说对啊 我就觉得 也是太贵了 明白 对 那其实刚刚也有提到 他也有适合这个白领啊 或者说学生族的 像是倩币啊 对 这个品牌 对 因为他可能一瓶一把毫升 可能价格在一百 一百二一百五左右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是 这么一个产品 所以他的产品细分呢 其实说实话 因为按照品牌来嘛 那是针对受众群体不一样 那稍微他的受众群体 有偏年轻化 有偏可能这个贵妇化 比如说小众化 这么一个产品 就产品精细化 对 精细化 针对的人群也不一样 所以他相对来说 可能比你印象当中呢 他的受众群要更宽泛一些 很体贴 对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Alan刚刚提到了 可能疫情在家 大家都戴口罩 或者说 不怎么化妆就变操了嘛 对 没错 可以这么讲 我自己呢 其实也是失忧体会 因为这个从三月份以来 我自己算了算 化妆的次数 也是虚指可数 除非为了客户服务 比如说像今天晚上 不得不被迫 化一次妆 对 这个真的是虚指可数 那可以想象说 亚世兰代 其实他自己肯定 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对 这个肯定也是意识到了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2019年 他发布的第三季度的财报呢 就是他的护肤品 比去年同期销售量 是下降了1% 已经反映在销售上了 对 第三季度是一月份到三月份 一月到三月 对 那个时候呢 护肤品已经下降了1% 然后化妆品呢 下降了22% 这个比例的话 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对 那香水呢 和护发呢 下降了11%和13% 这个倒也还好 那其他种类呢 下降了38% 那大家一听好像38% 好像有点多吧 有点多了 对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 这个做了一个丙图啊 对 他是按照他的产品 细分来做划分的 刚刚提到呢 他的销售量上下 下降1%的skincare 就护肤品啊 是按照他总的一个 销售量44% 那这个如果下降1%的话 其实对他总的营收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没有太大影响 对 那刚刚说到的 那个其他类的产品 下降了38%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占整个丙图 只有1% 很小 很小 对 对他来说呢 影响来说是 比较有限的这种情况 而且呢 这个公司啊 我们说的是 他现在呢 也是这个真实的 意识到问题 并且也会觉得说 疫情啊 对于他的影响来说 短期内部会结束 对 所以呢 他现在也是 全面的开通了 这个全渠道零售 那可能不太 网购 对对对 网购 就让大家真实的 有一个线上购物的 一个体验 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 可能我必须要 点进他们家的官网 或者说去他们 门店下面去买才可以 是 那我现在呢 可能我只要谷歌 搜索过他们家的公司 那各种各样的 这个广告的 就会跳出来 又使我再一次 重新进去 买 或者说我只要注册 他的会员 就源源不断 不停的给我 发那个邮件 是 也就是说你多渠道 铺天盖地 全部都是你可以 一键点击可以购买的 这样子的一个 零售体验 是 对 而且呢 他现在啊 也是跟各个 这个第三方平台 来这个做合作 包括呢 也是通过像是 这个虚拟试用啊 来简化你的 决定的这个流程 最简单 比如说 某某直播平台的 这个主播 一句 Oh my God 这个口红太适合你了 简直涂上之后 红皮 这个黄皮变白皮 对吧 很润 对 让你成为呢 这个人群中 最闪耀的焦点 那你一听是吧 就不得不被货 下个单 就买到下口红了 可否你一直是人群当中 对我来说最善良的 谢谢 然后呢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首先那个 雅士兰黛啊 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那第二呢 我们也知道 毋庸置疑的是 中国的市场呢 现在也是雅士兰黛 非常看重的一个市场 没错 对 那我这边呢 也是大概去搜索了一下 过去五年啊 这个天猫 每一年的双十一 只有2016年 它在双十一之后的交易日 股价是跌的 其他市场是全部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我塞 对 可见呢 中国地区的销量对它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是提到提振的作用 对提振的作用 而且呢 它现在这个公司啊 也是在这个第三季度的财报里面 也是 它虽然家大业大 对吧 但是呢 它也懂开云节流的道理 是 对 所以它现在也是说 可能会暂停像是差旅会议咨询 和非必要的这个招聘 来以此节约2.5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 这是开销 开源节流 对 开源节流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家公司呢 当然 刚刚阿伦说到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条对 就是说 可能它现在因为考虑到大盘的因素 对 股价比较高 但是呢 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值得长远去投资 或者说长远去看的一个股票 明白 当然188呢 我个人会觉得我也不会选择在这个价格入场 OK 那我进一步去等到 它无限贴近于150 或者说之前的支撑位 140块钱左右 我再会去选择入场 OK 对 对吧 然后听完 听完美女Coco对吧 然后这个 怎么说 发来申请的 这个解说 对吧 跟我解疑之后啊 对吧 这个解疑之后呢 我还能说实话 我是有一点 有一点动容的 有一点动容的 但是呢 对吧 作为一个非常老派的 对吧 非常老派的一个观察员 对吧 那我个人呢 对吧 我个人 最近有什么 新的一些心得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没有没有 我个人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要想让我 让我去杀戮进去 去买这个 这家亚世兰代的 这个公司的股价 怎么说 还是有一点怕 因为不懂嘛 对 因为不懂嘛 对 那总觉得就是说 好像爱人 对吧 然后再接触一个 自己看不懂的领域 对吧 那随了我可能 听说这个牌子啊 对吧 听说听过 coco的介绍之后呢 是 觉得这家公司 好像也可以 好像也可以 但是呢 我可能会做 更多的功课 然后我才会决定 去怎么说 去买 还是不买 对吧 我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最近有什么关注 或者说 跟大家想讲一些 好 那我们呢 我们讲完对吧 然后讲完这个 美女coco的 这个股票之后啊 哎 我们还有一块 没有讲漏掉了 是不是 我们回来补吧 哎 这个是 对 coco你还要 你还要为大家 是不是推荐一个 不是 你可以讲一下 你现在关心的 那个 对 那我往下走 好吧 那我往下走 那这只股票呢 就是我为大家呢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 就是这家股票 这家股票呢 就是我们的JB Hi-Fi 就是JB Hi-Fi 那刚刚呢 就是表现的 怎么说 非常的温顺 非常的虚心 对吧 因为不懂 不懂 不懂 所以就不说话 对吧 又非常的 又非常的欣赏 coco 对吧 所以呢 在谈雅师 蓝带的时候 整个人呢 就显得就比较安静一点 对吧 那但是这一只股票呢 JB Hi-Fi呢 说实话 对于宅男 直男 的Ilan来说 那我相对来说呢 还是一个稍微 稍微懂一点的 稍微懂一点的 对吧 那大家对他印象 比较明显的 可能就是 他黄黄的牌子 跟黑黑的字 对吧 那JB Hi-Fi呢 为什么今天就是站出来跟大家讲这只股票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说 全球的股市 对吧 然后出现了第一季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动荡 没错 那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呢 全球股市出现了一个探底的一个情况 对吧 因为三月二十几号开始 大概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反弹 对吧 那澳洲两百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的一个大盘 一个反弹幅度 大概到六千点的话 是出现了一个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反弹 没错 对吧 但是JB Hi-Fi基本上呢 基本上出现了一个飞行反转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个飞行的反转 出现了一个飞行的反转 对吧 截止到7月1号的今天 它的股价是收贷了42块6毛9啊 对吧 那之前的它的高点呢 大概是在一个46还是47块钱 一个左右的价格 那 关于JB Hi-Fi 对吧 Coco有什么认识跟见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JB Hi-Fi的了解啊 可能就跟安哥刚刚对讲 转带的了解一样 对我来说 我可能只有说买电脑啊 或者说买这种数码产品啊 我会第一个脑子里面去想到它 那包括前几年 他不是也有一个同业的竞争者 Deek Space 倒闭了 然后被这个当红的 对Live的炸子机 Kogan给收购了吗 对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只是我 停留在对它 非常基础的一个这样的印象 对 实际上真的是 对啊 我对呼呼产品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你对JB Hi-Fi 宅男的最爱是真的 对也就是这个理解 对吧 那实际上JB Hi-Fi呢 我是怎么说 作为它呢 作为一个大卖厂 作为电子产品的一个大卖厂 是我Ellen 减压的一个好的一个去处 我有时候是不是进去兜一下 是吗 就是兜一下 对啊 看看 不买 不买 然后看一看 有什么新的电脑 保安 为什么 保安 每次都打招呼 然后呢 是一个减压的一个方式 对吧 那关于JB Hi-Fi 对吧 那我个人呢 还是觉得说 是持一个 怎么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呢 JB Hi-Fi 值得大家可以说 如果要完成一个资产配置的话 我们要配置的话 我觉得JB Hi-Fi 值得大家怎么说 起码会放去Washlist的吧 大家可以关注它 那关于JB Hi-Fi呢 对吧 然后这个 我上面有讲 对吧 它是Ellen的一个游乐园 在这里之后 我感到非常的一个放松 对吧 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高兴 那关于这个JB 关于JB Hi-Fi呢 就是JBH 对吧 它缩写的JBH了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从Ellen的角度看 它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 那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是业界 它是业界当中 它的一个经营成本最低的 它是经营成本最低的 对吧 那它呢 是跟Goodguys 是一家公司来的 对吧 那它的对手 那我们看回去的话 那它可能是 Office Works 对吧 可能是Havi Nova 这样子 对吧 对 那这个呢 是它一个 怎么说 业界最低 经营成本 是它的一个 护生核来的 对吧 因为今天还跟你一个朋友 投了个 护生核 对吧 这个概念 怎么去理解 对吧 实际上呢 这个是 因为我的成本最低 对吧 所以呢 我这个护生核 就是比方说 同样的一个东西 我就假设 对 价格它可以是最低的 对吧 价格可以是最低的 这是它一个护生核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截止到 2019年的 12月31号啊 它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 业务增长幅度 是达到了 7.7% 是达到了 一个7.7% 我觉得这个是 怎么说很不错的 这个是很不错的 对吧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因为我这边 对吧 我有用 黑色的一个 怎么说 专门的家住 专门的家住 著名对吧 那是机构 拥有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看得为 它最大的 前五大股东 看股东 对 前五大股东 第一大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Australia Super 那也就是机构嘛 我们很多人的 这个 雅老金 对对 雅老金公司所在地 对吧 那这家公司 看好它 并且拥有它 那我觉得是对 这家公司的一个认识 对吧 那这是一个 再就是说 它第五大的股东 是三零银行 是我们公司的邻居 对吧 我们公司的邻居 它是三零银行 对吧 我觉得那 怎么说 我们如果想上车 想上JBH这辆车 对吧 我们需要看一下 这辆车上 有谁 对吧 就像开头的时候 刚刚那两位老师 如果在车上 我们就可能要稍微等一等 对吧 稍微等一等 但是呢 我们看过 都还稍微点 收跑 对吧 是那个三零银行 对吧 我觉得是会增加 S的信息呢 如果我在观望的话 所以呢 这个可以给大家参考 再一个呢 就是第四个 第四个它的一个优势 因为我刚刚 有讲到 接下来的事件 接下来的资本市场 没错 会是一个科技公司的 一个市场 对吧 或是科技公司的 一个事件 那5G 对吧 5G 还有一个云端服务 对吧 我觉得在接下来 怎么说 会是科技公司的 一个蓝海 是 会是他们的一个业务 增长的一个所在地 对吧 那因为涉及到 这些电子产品 跟电子设备 所以说呢 JBHiPad的这个业务 它的一个基本盘 我觉得是比较稳的 所以说还可以 怎么说 存在一个刚需 存在一个升级 大家手机升级 大家电脑升级 存在这样一个 刚需支持的 那这个是第四个优点 那它当然有缺点 对吧 它当然有缺点 就像我们挑男女朋友 对吧 或者挑伴侣一样 对吧 我们看完优点之后呢 我们来讲它的不足 它的不足呢 就是 首先 它是因为身处 一个零售领域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零售领域相对来说的毛利 这比较低了 比较低 比较低了 就刚刚Coco讲过的 雅士兰蛋 对吧 哇 它的这个毛利 可以达到什么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对吧 可以达到这样子 但是JBHiPad不行 JBHiPad我看过之后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五 它的一个净盈力 对吧 也就是说嘛 如果说 刚刚讲过的雅士兰蛋 它是一位高贵冷艳的公主 高贵冷艳的公主 JBHiPad从这一点来说 它是一个 怎么说 淳朴勤劳 淳朴勤劳的一个 一个男人吧 对吧 真的是一个 怎么说 踏实作诗的一个男子 黄牛 对 因为它是黄色的 对吧 因为它是黄色的 黄色的皮肤 黑色的眼睛 对吧 它是这样子 第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孤独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 亚马逊应该是 两年前 对吧 大概两年来 三年前 就进来澳洲市场 对吧 它的 还是存在一个 业务一个增长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 对吧 那因为我们知道 亚马逊除了中国之外 对吧 除了南极州以外 对吧 基本上是走到 任何一个市场 都是人党杀人 活党杀佛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亚马逊如果进来澳洲的话 我觉得对吧 它可能会对 JBHiPad这样一个 线下业务 已经很荡大 但是线上业务 还存在一个需要改善的 改善一个前景的 这样一个情况 会对JBHiPad 形成一定的冲击 对吧 那来自亚马逊 一个强烈的竞争 会是JBH的一个部族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啊 对吧 是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的 对吧 那如果第一季度开始 澳洲这边又出现了 一个封城封镜 封国镜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很多公司 跟很多个人 对吧 它就会存货 它会搭建这个远程办公的 这个 Home Office 对对 软件跟硬件啊 是 那当大家买过之后 它的业务存在一个 放缓的可能性 对吧 那而且从 我从这个JBHiPad 它自己的一个内部 一个框架 去做的一个预估来看 他们确实也料到了 他们的业务呢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放缓 但是 在艾伦的 个人的观点看来 对吧 狭度眼虑 我依然认为JBH呢 是一个怎么说 值得考虑的男人 对吧 因为我怎么说 我比较追求实在一点 实在 对吧 我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像那种对吧 非常高贵 非常冷艳的 对吧 艾伦可能跟人家距离 稍微远一点 对吧 所以说呢 JBHiFi是这种接地气的 我是比较欣赏的 我是比较欣赏的 对那 听完艾伦刚刚给我的科普介绍 其实我 当然一定程度上 开始对JBHiFi 有了一种刮目相看的 刮目相看 对 因为尤其提到说 它现在是机构 拥有的资产 对那我觉得 对于JBHiFi说 可能有了另外一个看法 但是呢 当然我也是站在门外汉 就跟你刚刚给我提的 最后的一个问题一样 那JBHiFi呢 我们就知道 它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到 它的这个同行业的竞争者 像是Office Walk 或者说Havinoma 或者说刚刚说的这个Kogan Kogan 对 当红炸子机 Kogan收购了 它的当年的竞争对手 Dick Smith 对 而且Kogan呢 他一直也是以 低价这个产品 来走电商的路线 没错 所以我不免呢 也会担心 就是说JBHiFi 在现在可能也慢慢的 由线下转上 线上 这么的一个模式来发展 那对于 遇上像Kogan这样的强敌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 持保守态度 包括它的线下的业务 也同时在受到Office Walk 这样的一个冲击 对 那Kogan的意思是 会观望一下 对 我还是会观望一下 对 实际上刚刚对Kogan 最后提到 这个Kogan的 那我想就是 做一个横向对比 这两家 对 那在我个人看来 就是Kogan的 有点 他 他注重的那个客户群 有点 说实话 有点说实话 中低端 中低端 有点偏中低端的 他东西比较便宜 JP Hi-Fi呢 怎么说 上通下的产品 可能都全一点 而且JP Hi-Fi呢 走的是local路线 就是当地 本地的话 对吧 他走的是这个路线 那Kogan呢 因为我们知道 好多东西呢 他是从香港 对吧 你买了之后呢 他会从香港 然后游寄过来 对吧 这样子一个形式 所以我说呢 那Kogan 对吧 一个是线下 Kogan会是他的一个 一个强力的竞争者 另外一个呢 是亚马逊 对吧 会对线上 会对他形成一个夹击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JP Hi-Fi来说 对于这样一位 黄皮肤 黑眼睛的JP Hi-Fi来说 面临一个双轨拍门的局面 但是呢 在这三家对比当中 我还是比较看好JP H的 但是唯一一点的顾虑 就是从技术层面 我再看回它的股价 从技术层面 我再看回 就是如果说对吧 JP H继续往上走 之前的高领 是在46 47左右 它再往上走的话 我不确定这个 会不会形成一个双头 双顶 对吧 我们讲双顶 对 有时候可能就不利于 一家公司 对吧 是比较看雄的一个情况 对 再考虑到澳洲大会 现在已经是一个6000点了 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需要大家关注一下 那大家 可能是说不要 貌貌然的一个进场 大家知道 大家关注 对吧 这家公司 我觉得是不错来的 那对吧 聊完JP H 我们继续往下走吗 OK 好像是在上边 对 还在上边 对 就是这个 这个啊 对 刚刚那个 陈道明那个帅哥 OK 对 对 那刚刚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我比较喜欢 包括Alan 也是讲了一个 他比较喜欢 或者说 比较关注的一个行业嘛 那我说的是 女人的嫁妆 雅舍 那我们说完嫁妆之后 那下一步 当然就是找对象 对吧 说完标准之后 然后再去找目标 对 找目标 那OK 那我们准备好 自己的嫁妆之后呢 现在OK 要开始找对象了 那很多人呢 可能对于找对象 有不一样的形形色色 或者条条框框 对 比如说你长相吧 或者说这个外貌 对 身材 有没有进取心 有没有进取心 包括人品 人品对 人品 然后包括可能工作 什么星座 对 这就是什么星座 比如说某某星座 跟某某星座 就是相冲 对 对这种 然后呢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 工作啊 然后刚刚提到 可能受教育背景啊 对 然后可能家庭背景啊 这些 大家有一个成长环境 对 成长环境 对 所以其实呢 这个找对象啊 就跟我们说炒股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嘛 对吧 就是这个炒股呢 我们其实都是一样 你可以同时看好 好几只股票 对 但是呢 你真正要买哪一只股票 可能还是得要做深入的研究 做一个决策 对 比如说像是他的财务数据 对 然后这个包括他过去的业绩情况 对 然后公司的管理层 然后包括这个股东 对 我们都要做完详尽的介绍 或者说这个研究之后啊 对 我们再会去决定说 OK 我今天要去买哪一只股票 对 这是实说实话 那说到这里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 对吧 那很多朋友会讲说 我懂股票 我懂交易 对吧 我可能 我可能不需要 Coco 对吧 不需要Illand 你们的任何信息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对吧 那听一听Coco怎么讲 听一听Illand怎么讲 对吧 或者听一听 Gonghaki怎么讲 我觉得可能他会对大家 有一定的帮助来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对 那Coco面对这两位 你的抉择是 我先说我的抉择 我先说我的抉择 毫无疑问 我会选秀波 为啥 因为觉得跟他在一起 会好玩一点 是 对 秀波可能是属于那种 好玩又危险的男人 他会让你开心 他会让你开心 因为我吃尽了陈道明 对吧 陈道明老师的苦 我觉得 对吧 这一款的男人 是比较吃亏的 对吧 被生活 被感情吊打过以后 对吧 我觉得 我好像觉得秀波 你不能说秀波一无是处 对 你不能说秀波 我觉得秀波 有秀波的风趣 有秀波的幽默 我倒觉得这样的男人 对吧 那如果大家不以 结婚为目的 对吧 我觉得这样子 也不是一无是处了 对吧 吃尽了 道明老师的苦 对吧 所以选择秀波 秀波 对 那很多人会说 说OK 这两个我可能 什么都不选 或者这两个我都要 因为成年人 不做选择 两个我都要 对 还是你会选 还是你会选 是 对 就刚刚其实也提到 就可能炒谷 就跟我们找的像是一样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个这个谷民呢 就像是渣男一样 见一个爱意 对 其实呢 我感觉你是在影射我 我没有啊 没有什么影射啊 因为上一期 刚刚反思了 对吧 我对A2 使乱中气的一个过程 感觉自己躺枪 没有 其实 Alan是作为 这个最典型的谷民的代表 就是非常专一 专一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他只爱给他赚钱的那只股票 专一到对方心已经变了 可是我还自己不知道 你是在影射什么内容吗 我没有 我一压想到了自己伤心的往事 对吧 我只有将自己的脑袋 仰视成45度角 才可以不让我的眼泪流下来 好了好了 那我就不提Alan的这个伤心事了 就我们这个下来聊 下来聊 下来聊 对 如果说这个 因为大家可能现在也都比较关注嘛 澳洲的科技股 澳洲的科技股 全球的科技股 刚刚Alan也提过嘛 这个5加2这样的模式 那其实澳洲的科技股 在从去年开始也有不凡的表现 尤其是最近的这个Afterpay 这只腰股 这只腰股 腰股 对 然后 做空的Jacky哥 做空的Jacky哥 不知道有没有在台下哭泣啊 对 如果说Afterpay呢 它是属于这个 就我们说科技股 它是属于我们可能 弄位球的 对 男神女神的话 那它肯定就是我们 追不上的那一个高富帅 对 感觉私冲啊 对 就有点像私冲 私冲同学的频率 并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可以 都能追得上 干得到的 对 尤其是今年疫情之后 这个金主爸爸腾讯呢 入股了5% 那他现在真的是 就是一记绝尘扬长长而去 从8块钱啊 直接现在是冲到了62块钱 今天收盘 对 没错 对 所以是 但是呢 作为我啊 我个人来讲 即使是这样 我也不后悔 没错 对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其实after pay 他其实就像是 谈恋案当中啊 就追求你的 其中的一个追求者 我以为我追他 没有是 可能是站在女生的角度 我现在换了一个思维 我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说 可能after pay 就是其中的一个追求者 是 那他现在呢 可能所处的行业 或者说他可能是 在这个公司里面 还是个实习生 还是一个实习生 因为他after pay 没有开始赚钱嘛 是 他现在还是亏损的 一个状态嘛 对 但他可能是实习生 但是呢 他就敢放下豪言壮志 带我去tour up 指着一栋豪宅说 这个将会是我给你买的豪宅 我以为他说 我以为他会说 这将会是我们的家 这将是我给你打下的江山 哇 你看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 Alan说在哪里 不会讲话嘛 对吧 不会讲话 你其实很不会讲话 所以像这个的话 我会想说 拜托啊 大哥 你现在组处的行业 是吧 这个面对的虎视 单单的竞争者 那么多 像OpenPay啊 或者说Zip啊 或者说Sizzle啊 这些都是在虎视单单这块行业的蛋糕 那除此之外呢 只要有一个大佬进入 比如说像是Visa 或者说MasterPay 或者说哪怕到澳洲的CBS大银行 他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也是情而易 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刚刚说的 没有护城河 护城河比较浅 对吧 那我就说 大哥拜托你行行好 你许下这个承诺的时候 你先看看你自己 现在都是已经自身难保了 那你还敢给我开这个空投支票吗 也就是Coco选择不信 对我不信 对 那可是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吗 对吧 承讯爸爸录骨嘛 也就是说这位虽然是实习生 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爸爸 他有一个爸爸 有一个非常好的daddy 对 所以我说他嘛 他可能是富二代当中 那个最高调的 对 那又说回 哇 每次你提到这个 我就想到我们私从同学 私从同学 就脑袋上都已经打上了 富二代当中最高调的嘛 对 那我如果是作为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不太会于 就是刚刚说的 不太偏向于afterpay 但是我可能会选择同行业 同样是澳洲 WAX 就是五支 这个 是 另外一支股票 就这边的 根正苗红低调 有内涵的这么一个科技公司 是 代码是 ALU ALU 对 对 那为什么说他是根正苗红呢 他是一家非常老牌的一个科技公司 是在1985年就已经成立了 那他是专注于设计 这个印刷电路板 也就是PCB的这么一个软件 那说白 他其实是一个软件公司 软件公司的利用率会高 非常高 而且他的这个PCB电路板的应用呢 也是非常广 像是上到这个飞机 然后汽车 然后下到手机啊 家电啊 各类零部件啊 都是需要使用这个软件来设计这个电路板的 是 对 那只要是电子产品的话 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软件 而且他的公司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 像是北美 南美 然后欧洲 亚洲这边都是有这个覆盖到的 然后他在上海 也是设立了专门的这办公室 我记得是在 就是有进军中国市场 对中国市场 包括1819年在深圳 因为深圳我们知道现在电子的科技 中国的硅谷 硅谷 对 他现在也是设立的办公室 是 而且他的主要商业收入呢 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软件性 软件服务收费 那这个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个现金 对 会持续性比较强一点 对 而且他可能这个需要的这个实际的资产 会比较这个少一点 OK 对 没错 他的运营成本 对 运营成本 对 那首先我们说考核完这家公司 他的业务能力没有问题吧 就我们说选对象 OK 他的能力没有问题 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 而且现在最主要关键是 他现在是一家正在赚钱的公司 哦 已经实现了盈利 对 实现了盈利 而且最关键 他而且还会给这个股东分红 虽然不高啊 在ASF的200里面 就1%的话 可能是不太高的 不是很高 对 对 但是呢 他的payout ratio 是接近60% 对 也就是说对他的股东 其实还是不错了 对 对 60% 那每赚100块钱上交60块钱到这个老婆大人的兜兜里 这不是不开心吗 对吧 对 那就像是说他有一口饭吃啊 他绝对会给你一口粥和 那我会觉得他的承诺会相比刚刚阿斯佩来说 给股民的承诺要实在一些 对 而且这一位确实是很低调 因为我没有听过 因为我今天晚上第一次听 对 你想Alan都没有听过 可见他的这个根正苗红低调有内涵 而且之后呢 我们也都知道20刚刚我们也提到嘛 可能之后的两年三年时间 像是5G物联网 对 人工智能这些 就越来越这个需求 越来越普及 对 那我们很多的产品 上到就刚刚提到的汽车 下到家电 手机都需要产品更新换代 对 那这个的话 存在刚需 对刚需 那所有产品的设计师就会更加需要像这样子的一个软件 哇 对 今天晚上没有白蓝 没有白蓝 因为长姿势了 对吧 第一个呢 就是让我认识到亚诗兰代有多贵 亚诗兰代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位根正苗红低调有内涵的 有多低调跟多有内涵 是 我会把它放入我的沃尸历斯 然后熟悉一下 那我今天晚上这个也是讲的直了 讲的直了 最后一块 对吧 最后一块呢 就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了 对吧 然后放出来这里 明天晚上 对吧 不管大家投资也好 还是投机也好 对吧 明天晚上的这个powerball啊 将会是5000万 大家了 对吧 那之所以贴出来这个是有三点用意的 不要以为对吧 只是谈钱了 不要以为是谈钱 我们从来不是那么紧紧流于表面 对吧 那第一个呢 就是刚刚有讲过 对吧 那大家求财嘛 不管是投资也好 还是买材料也好 对吧 是求财嘛 为了我们的家人 对吧 为了我们的自己 那赚钱呢 是一件好事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可以怎么说 明天晚上的淘宝 值得一时来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用意呢 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就是最好去实体店 就是一个购买 就是照顾一下 对吧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你在网上的话 公司会收这个钱 但是如果我们去实体店的话 就 没错 没错 就相当于帮我们的这些 怎么说 我们的这些店面的 这些老板们 对吧 然后照顾一下生意也好 对吧 我们讲就是 我们自己可以求财 对吧 顺便呢 我们又可以帮别人 何乐而过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找对象 就是应该找这种 Alan哥这种 就是 我们不是有句话 叫什么来着 指引颜值 终于 限于人 限于人品 终于人品 不对 终于 好了 我不讲了 这个我是一个好人 我想说 我是一个好人 但是这个 对吧 算了 第三条 第三条 第三条就是最深刻的 最深刻的 然后跟我想 对吧 因为最近陆陆续续 跟客户有接触 跟不同的朋友有接触 那第三条是比较深刻的 就是借着 对吧 这个场合 跟大家表达出来 那为什么推荐 彩票呢 虽然彩票 我们命中率的 命中 中大奖的概率很低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尝试的 错误成本也很低 对吧 我们就花五块钱 对吧 或者就花十块钱 不中 就算了嘛 对吧 那我们试错成本很低 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想说的是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纪律这两个字 这一个词 对吧 因为陆续续跟朋友接触啊 跟对吧 不能跟朋友聊天 我发现大家还是怎么说 对投资这件事情啊 不够丧心 不够严肃 或者不够认真 有时候就觉得 我看着这支股票 要涨 对吧 我觉得它要涨 或者我听我朋友说它要涨 对吧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就轻轻松松的 做了一个买路 或者是买出的决定 我对这种情况怎么说 我警告吧 对吧 我为朋友们 然后发出一点警告的声音 对吧 然后唱一下这个黑脸 对吧 然后跟大家提出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批评 我还是希望说呢 大家一定要严肃对待 投资这件事情 因为跟我们的前代子是密切相关的 密切相关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希望大家呢 就是平时可以谈笑风生 对吧 但是呢 当投资的时候 大家要严肃认真一点 对吧 那我们的伟人讲说 你要打扫屋子再请客 对吧 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实践 你就没有发言权了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艾伦可能有 因为这么多年 一直有实践过 我觉得在基督这个词上 有发言权的 那再有就是说 打扫屋子 再请客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了 等投资市场的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去抓住的 大家如果整天的掉让钢 对吧 或者怎么样 哪怕出现天大的行情 或是天上真的掉下来一个线柄 我觉得可能对吧 掉到你面前的可能性很强 所以说对吧 大家要严肃认真正 这么一个 对吧 这么一个怎么说 好机会 好像不是很严肃的话题 对吧 引出了这么深刻的一个反思 希望大家可以引发大家的一个思考 那最下边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好像觉得这句话是废话来的 好像觉得是废话来的 但是呢 这句话经得起品的 大家今年晚上如果有时间 大家记下这句话 大家可以品一下 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太当儿戏了 我希望大家还要严肃对待 这是艾伦的吧 这是艾伦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忠告 对吧 一个一个怎么说 一个温馨提示 好吧 那上边这些呢 就基本上是我们 今天 对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部分就是大家提问 Coco跟过来做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吧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问答的环节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一些 我们的这个自己想问的问题啊 然后我发现今天Coco老师一登场就不一样了 那个我们的直播间居然有人打赏了 Coco老师说到了红包呀 好的 等一下买奶茶 对 然后现在已经有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问题 我来给两位老师念一下 有一位叫二兔子的朋友啊 他说想问一下CSL今天跌的原因是什么 CSL其实我一直也有在关注它 这个因为毕竟是这个澳洲最贵的这么一支股票 对 那是属于这个 这个比较 蓝筹 蓝筹 龙头 对 龙头 然后呢 因为它现在所处的行业是这个我们说的疫苗和血浆嘛 但是它其实属于我们说的蓝筹 或者说这个大盘股里面是有这个避险功能 或者这个防御功能的这么一支股票 也就是说像是前段时间不是股市反弹的很厉害吗 反而它的股价呢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是 竟然可能是在180到190块钱上下排环 那最近呢 这个像三月底下跌的时候 它反而没有有一个太大的一个跌的幅度 是 所以我自己对于它的理解或者在说 比如说像是今天如果大盘有一个非常好上涨 非常好的上涨的一个表现的话 那很多可能机构的资金 或者说散户的资金 会从这个防御性的板块里面出来 去追逐热点 或者追逐任何的一些板块 那很多情况下也会导致说 反而今天大盘的表现不错 可能CISO会下跌这么一个情况 嗯 对 Coco的意思可能是对吧 你看 这就是稳定的男人嘛 对 稳定的男人不受市场 对 不受市场的心 但他也不让你太担心嘛 他也不让你对 对 对 你看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感觉要出格 要出格一点 要叛逆一点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问啊 说对于今天由于暴涨而被停牌的医疗股 ATH有什么看法 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个股票 有没有 APH APH 这个股票我没有太多的了解 可能他不是 这只股票是 昨天前天嘛 哎是昨天嘛 昨天一位朋友跟我讲 然后他就是我才第一次关注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说实话 是有一点腰的 是有一点腰的 那他呢之前经历过停牌 停牌的时候应该还是四毛多还是几毛多 就停在那里 哇结果对吧 捡进了回来之后 哇直接冲去八块钱 冲去多少钱 嗯 这个有点有点太腰了 我觉得相反这种股票 嗯 我觉得对于一般 我们一般的投资者来说是很难抓到的 那他属于无锈钩那种类型的 又让你有去 但是又同时很危险的 对 可能看到的结果 大家觉得是机会 对吧 但是当时大家买入的时候呢 对吧 说实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说 还是会心存疑虑的 嗯 只是说他带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嗯 对吧 嗯 好 下一个股票是 LLC 是问Coco老师的 LLC Landlease 是吗 对 对 那这个股票呢 也是我们之前啊 有在这个股评里面 对 给大家做过推荐的 对 那如果有客户想要说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 可以问我们这个小助手去要一个它的详细的补养的报告 对 那我这边呢就不做太详细的一个证述吧 就是LLC因为它大家可能走在墓尔本的CBD啊 或者经常关注一些这个物业的广告的话都知道它可能就是一个物业开发公司嘛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可能是防御型啊或者建筑板块这样一类的这个公司 对 OK 然后呢 还有问说可不可以聊一聊澳洲的国防股 澳洲的国防股 澳洲的军工股 然后走上乐点了吗 军工股还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了解 但是跟军工相关呢 我可能就只知道一个LLC 它可能有一点 对有一点可能就是相贴切 对实际上怎么说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那 目前军工股然后板块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对吧 那就是因为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嘛 我们的总理Scott Morrison 对吧 然后他发布了一个什么新的一个国防预案 然后就增拨多少钱 对 然后去打造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也好 对 后来又怎么样也好 那在之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是 我跟Coco本来想放在暖场话题 对吧 想去聊这个中澳政治来的 对对对 那为了我为了说 我Alan为了说 不要让大家看起来那么直男 对吧 跟女生去聊一个政治 所以我选择了拒绝 对吧 那但是既然大家提到了这个军工板块 实际上怎么说 现在比如说有点政策 有点走政策的风头 是 那军工板块的话 我觉得可以大家进去杀一票 如果可以赚到钱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走一票 然后大家可以或者继续观望 我觉得澳洲的军工股的话 我是没有太多关注的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军工股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军工股 然后可不可以让Coco老师 再多聊一下 ALU这边 目标价位是多少 这个朋友问得很直接 什么时候买 买多少钱 多少钱可以买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太多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说 风险提示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各股的评论也好 或者说谈及的价位啊 或者说我们的观点也好 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 不会构成个人的投资建议 对 对因为我们是不考虑到你的任何的这个 风险啊 或者说收入背景的情况下来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一般性的建议 对刚刚这位朋友对吧 然后问的这么详细啊 如果有意 对吧 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是我们的Coco 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对 Coco老师可以私下里再给他介绍 更多的关于这些公司的一些信息 好吧 可以 然后这位朋友添加一下 我们小助手微信啊 然后跟Coco老师私下联系一下 那还有为朋友问 Z1P的未来总是怎么样 就是科技股 ZIP什么 科技股 它其实就是属于 同行业的吗 对 我之前其实上周的周四晚上 我有专门做过 因为它的行业背景的话 其实不需要再讲太多了 它可能有去收购其他的公司啊 这个包括今年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但是呢 我更多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财务板块 那上周四的时候 我专门做了一个Excel的表格 对比了同行业 Afterpay Zip 然后Sizel 还有这个OpenPay 这一类所有的这个 BMPL这个行业的这个 所有的财务数据 比如说这个股价的变动 或者说一些财务信息的一个更改 就会得出一个新的EV to sales ratio 这个可能是 对财务可能是参考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信息的一个指标 对实际上就是Zip 然后刚刚Coco的对吧 然后为大家讲的这些 Zip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实际上就是APT 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在各种布局嘛 对对吧 然后再选择怎么说 找这个战略合作伙伴 对吧 然后再做一些布局的一些动作 那实际上Zip它上涨的这个概念 就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 它就是因为APT涨太快了 对对吧 那一部分原因 大家一看APT已经涨过这么多了 对追不上了 那大家就要不要考虑一下Zip吧 对 放眼你看对吧 那么一个高富帅也好 或者白富美也好 既然我追不到了 对吧 那我可能会去考虑 这样一位对吧 条件没有差太多的 会不会是我心仪的一个人选 对 我相反是对吧 我觉得是有这样一定的逻辑在里面 是 好 两位老师可以说一下 黄金和白银的行情吗 从昨天开始的这个 大概的一个行情 然后压力线会在哪里 阿兰老师应该会有了解 黄金的话 我是说我是极度看好的 我是极度看好黄金的 这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那实际上黄金上边的压力线呢 我看应该是会在1800左右 1800大关 因为我们是昨天前天吧 我们看到黄金的期货 实际上已经冲破1800了 但是黄金的现货呢 还是在1800附近 对吧 应该是1780几 1790左右 然后在那边晃的 那黄金呢 是我觉得说是值得大家 做一定配置的 那不管是黄金也好 对吧 还是黄金股也好 我就是都值得大家 然后放到自己的这个 portfolio里面 但是黄金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波动太大了 它波动比较大 所以呢 如果大家是要追涨黄金 对吧 还是说是要做这个波段的黄金 大家呢 需要设好这个指损 跟指引啊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呢 就是说黄金股会是第一个选择了 然后之后呢 大家会再去考虑黄金 对吧 还有上一期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提到黄金的指数 大家也可以考虑 那白银的话呢 白银的逻辑实际上也很简单 黄金涨 然后白银基本上就会涨 对 但是白银呢 相对黄金来说 白银是存在一定的滞后的 嗯 那这个呢 也就是说黄金你看冲的那么快了 白银呢 它才刚开始冲 对 大家会看到这种情况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看到 对吧 很多的一些什么媒体人也好 很多的分析师也好 他们经常拿来讲的 一个就是黄金跟白银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对比 啊 金银比 对金银比 然后一直怎么说一个新高 一直怎么一个新高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对比呢 并不足以为大家提供太多的信息 对吧 当然大家可以做一定的参考啊 对吧 那我还是觉得看好黄金 嗯 多过白银吧 对吧 当然白银有可能呢 有可能上涨 对吧 我就假设黄金上涨 是 百分之十 对吧 白银有可能上涨百分之十五 因为它值得一个质后嘛 对 对吧 所以说白银跟黄金值得大家配置 然后有哪些股票是和5G相关的呢 可不可以做一些推荐 澳洲板块里边 对 Telstra嘛 最直接的 对 澳洲电信 然后这家公司呢 因为最近几个朋友对吧 也有问 那我呢 也有推荐Telstra 而且现在应该是3块1 3块2这样的一个价格 我是觉得整体 我们拉回它长时间的一个图 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对 对吧 你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最近 没怎么动过 没错 因为它是防御型的 就是电信嘛 它的防御性可能更强一点 对吧 那而且呢 它还派息 对 它有派息 是 那所以Telstra呢 我觉得大家对吧 如果大家有一个10万的股票配置 或者有一个20万的 或者更大一点的 我觉得Telstra是值得大家加入到自己的portfolio里面的 嗯嗯嗯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呃 有个朋友问啊 说KGM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居心很滑啊 Kogan 对 Kogan 所以两位应该是对这个很有研究者 Kogan 其实我们刚刚也差不多有聊过 对 然后包括Kogan 其实我们上个星期 做了一期股评 也是做了一期股评 也是做了一期股评 有一期股评 对 是我们同事写的 对 我觉得那个也已经很详细了 对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机会给他的 对 对 可以 好的 没有问题 那这位朋友添加一下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啊 因为这个股票呢 我们是做了一期专门的股评 然后后面小助手也可以发一下 还有就是SXL 两位觉得怎么样 这个应该是 Jackie Sunday Media 对 Sunday Media 他这个公司好看 今天应该是低了一点 好像我看了这几天好 都有在听 对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嘛 一波猛冲之后有个回调嘛 是 我没有什么研究 对 而且他主要是所处的行业吧 我个人会觉得 怎么说呢 我们抄底嘛 当然是要有一个抄底的心态 对吧 那你要承受他的上涨 也要承受他的下跌 然后他所处的行业呢 可能是我们说的比较西洋行业 因为他是就是媒体类的嘛 就是传统的媒体类 那现在疫情期间 你想没有什么人开车啊 比如电台啊 或者也很少人 现在又会用电视看电视啊 大家基本上集中还是因为网络 YouTube啊 或者说这种视频网站 所以相对应来说 像这种这个media公司的话 那可能会有压力 会有压力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对 对我看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问了和医疗股相关的 所以就因为他问了很多不同的股票 所以我就想请两位就大概讲一下 在医疗股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好吧 就概括一下群里的朋友的这些问题 我对于医疗股或者说医疗行业的板块呢 对于澳洲当然是只限于前两百大的一些公司 就是我的始终的观念一提到医疗始终还是防御型的板块 防御型的板块 对那不得就还是不得不提到刚刚说的CSL CSL大哥 对大哥真的是行业当中的大哥 而且呢我现在比较看好 包括之前我也跟我的很多客户有提过有推荐过这么的一个公司 因为呢它是目前少有的一家公司发布公告说 我不会撤回2020年盈利益区的这么一个公司 CSL 对很牛气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疫情影响嘛 很多公司去年发布的一些行业预测或者说报告它都撤回了 就觉得说我今年赚不到那么多钱 对或者下调 或者说我今年也不确定我能不能赚到钱 但CSL呢它是发布公告是绝对不会撤回它今年的一个盈利益区 首先呢我觉得管理情况真的是非常有底气 那为什么有底气呢 就不得不提到它其中的一个产品 叫做静脉免疫球蛋白这么一个产品 那传统它的应用呢 是应用在像是这个重症病患者 可能是免疫力低下的这个白血病 或者说艾滋病来增强你病人的抵抗力 那这个产品呢 现在也是在全球广泛的被应用到 就是抗击就是这个COVID-19 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当中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病呢 它是没有特效药的 没错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也没有疫苗 那唯一如果是重症病患者 或者病人他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症状 只有靠他自身的免疫力 来扛过这个疾病 那很多呢 这个医院啊 他就会运用刚刚说的 就会给病人来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 这么一个产品来增加他自身的抵抗力 那根据他去年呢 发布的一个财报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19年嘛 是 还没有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光光这一个产品 他的销售量 选年就增长26% 我塞 对 所以我今年的话会更期待 他这个产品的表现 是 而且CSL我们也知道 它是一个这个血液 血液血浆公司嘛 那刚刚也提到 没有特效药 没有疫苗 那很多有一些行业呢 都开始运用着 康复之后的患者 他的血液里面会产生 对 血腥 它会产生抗体 那CSL刚刚提到 它是一个血液血浆的这个公司 它在全球有 三四十家这个血液采集站 对 那血液采集站在美国的话 比如说你去献血 是可以得到适当回报的 这个是口法的 对 那很多 比如说原来德国疾病 那康复了之后 它会去献血 那CSL它就会有 非常好的先天优势 可以拿到这样的 一个康复之后 病人的这个血清 来给重症病患者 做这样的治疗 而且它现在呢 跟日本的五田制药 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非常领先的 对 合作 来做这个 Germic COVID-19的 这个合作开发 所以我会觉得 未来CSL 当然短期呢 确实会承压在 差不多在 180到190之间 280 对 100 280 CSL CSL是180 对对对 280 280 sorry说错了 280这样子的 一个价格的这个 对 我价格继承了 那个亚世兰戴了 都是大哥 满脑子都是 你把大哥 继承了大姐 对 都是大哥大姐 对 它可能短期还会 承压在280到290之间 但是呢 如果它的财报 会出来比较好 或者说 比它预期的还要好的话 那我相信它的股价 会是下一个台阶 是 就是COCO总结起来 COCO的意思的话 就是基本盘的问题 对 基本盘是没有问题 然后产品存在一个刚需 对 对吧 所以说 我们是比较看好CSL 没错 好 这样时间不多了 然后我们快问快答 最后我再问三个问题 黄金股有哪几个 黄金股 大家记一下 RRL SBM NST NCM 好 航空股后面的走势会怎么样 艾乐老师 航空股啊 我一直不是很看好航空股 对啊 我一直不是很看好航空股 那我实际上这个观念 也说了很久了 是 我好像是6月17号 跟Jackie 对吧 然后做直播的时候就有讲了 那一个呢 是因为疫情的一个反复 第二个呢 是因为很重要的一个指的 就是现在澳洲的航空股啊 因为跟风静嘛 首先是风静 对吧 再就是中澳关系不好 对吧 所以呢 它的不管是物流 还是客运 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那第三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啊 就是巴菲特老爷爷 对吧 我的偶像 巴菲特老爷爷 他有清仓航空股啊 所以呢 对吧 我是模仿我的偶像的 传递出了不好的信号 对对对 好 我们最后问一个问题啊 WTC两位怎么看 WTC 对 我没有怎么关注的 WTC啊 就是WTC 之前被做空了的 WTC没有什么了解 换一个好吗 好的 不好意思 那我看一下啊 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 他说他来晚了 雅士兰带是什么股啊 这位朋友请 请一会儿我们结束之后 请看我们的回放啊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TLS从2015年到现在是一路走 你不知道会不会因为5G反转 然后你怎么看 他是总说 他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强的股票 所以说呢 对吧 现在 我上期的时候我有讲说 对吧 那我之前说 Telstra 他如果2块8的话 是值得Ellen 对吧 抡起锤子来 去上去买的 那但是呢 3月的时候 大跌他最低跌到2块8毛7 还是2块8毛9吧 那当时呢 我又忙着在做空 对啊 忙着在做空 所以呢 就没有抄底 但是Telstra 我还是讲说 3块1 3块2的这个价格 如果大家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是值得拥有的 这个价格不算是怎么说 不算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但是呢 也不算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价格 对 就是值得考虑路上 值得考虑路上 我看我们那个朋友很热情啊 现在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的时间已经到9点15了 又再一次给大家延长了15分钟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对 那节目的最后 节目的最后 升华一下主题 升华一下主题啊 对 哇 我顿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啊 OK 可可来 我是想说 因为今天正好是2020年7月1号嘛 对 那澳洲来说是新的一个财年嘛 对 因为大家可能会对于下半年 尤其是浪费了半年的时间 在家对吧 可能对于下半年呢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吧 那我在这里呢也是注所有的这个屏幕前哈 手机屏幕电脑屏幕前呢 也是希望大家在投资道路上 或者说爱情道路上 或者说学习道路上 就是谨记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一个条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 铁律 铁律 对 就是不能爱的人就分手 不能赚钱的股票就割肉 不会做的题就跳过 OK 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婚姻如炒股嘛 那我们还是要升华一下主题 扣题 对 扣题 点题 对吧 对 高考的时候不是作文 最后还是要点题 对 作为中学语文优等兵的Coco跟Ilan 对吧 然后我们最后呢 实际上就再要去点题 实际上点题这一块呢 我有准备来了 是吗 只是就是又是说回来了吗 跟你在一起第一次打当 我太紧张了 对吧 Ilan不懂得怎么跟女孩子相处 那所以呢 就忘掉了 但是无所谓 我们最后的时候补上来了 对吧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周第四期直播的一个全部内容啊 那希望对吧 Coco跟Ilan这样一个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啊 有帮助到大家对吧 有为大家提供一定的知识跟信息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 再见 不想讲解大家 再见 叔叔应该有个掌声 两位辛苦了 今天灯就挺亮的 两人的脸还都挺亮 我说是吗 对 微博来点净看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